今天给大家看点生活 这就是生活 这个菜2块钱 这个青椒 这两根萝卜1块钱 我们的生活过得实在是太傻了 这一袋青椒也是2块钱 尖椒这又不是青椒 尖椒2块钱 这个玉米2块钱 都是2块钱的 我们的蔬菜都是2块钱的 今天是2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全是2块钱的 然后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都是2块 都是2块 特价蔬菜 这个也是2块钱 全是2块钱 然后我们最喜欢的小米椒 这么大一袋 还是2块钱 哈哈哈 就是花10块钱就可以买4-5样食材 而且非常的丰富 又有萝卜又有青椒又有南瓜 做主菜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是因为我们昨天专门去了这个超市买的特价蔬菜 特价蔬菜 其实菜都还挺好的 也算是超市的一种销售手段吧 就故意把一些菜弄的特别便宜 让你去买 结果我们一买就买了500块钱的东西 就是500块钱 300 300 将近300 290 290块钱 将近300块钱的东西 你看这菜都挺好的 并没有换 这是好好的 这是昨天下午买的 2块钱的菜都挺好的 比我最近买菜的经验 那小米椒绝对是10块钱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敦煌市 敦煌市 就像我们上个视频所说的 因为我们跑到那边 魔鬼亚当城那边去了 结果没开 景区没开就害得我们又 而且那边是个断头路 就造成我们现在又跑回敦煌市里了 100多公里开回来 在开回来的途中 我们还把车开到一滴油都没有了 车子差点就走不动了 今天的生活比较简单 一个酸白菜 一个鸡蛋炒青椒 快吃 哎呀别搞了好吗 天 求你了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但是还是有这个 够浪 劲浪 可以的 大家看我这个宝宝好像很大的样子 这个宝宝并不大 一岁 一岁零七个月 这两天国家刚刚开放了三胎啊 我现在是特别能够理解现在这些年轻人不生孩子这个想法啊 哈哈 要换的我选我也不生了 一个都不生了 太辛苦了 就是 不干啥 养了孩子以后明显生活质量下降 皆一所思的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 花钱眼睛都不眨了 哈哈哈 现在都是买特价菜 穿这种好多年前的旧衣服 尤其是这个妈妈 起码有五年没买衣服 哈哈哈哈 现在都磨烂了 哈哈 嗯 然后小姐姐也要多的 就是上次我见一个朋友他就说 他说他们那个同事啊 大的一个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然后也是前两年刚生一个二胎 嘿 明显能够感受到看他这个整个人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了 就是衣服也不怎么买了 先进的电子产品也不买了 哈哈哈哈 一个手机都要多用几年了 就是生活水平可见的下降 爸爸的裤子穿烂的在缝缝缝缝缝 一大包两块钱啊 我们应该炒到七八毛钱 或者炒到一块钱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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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白菜一块几毛钱 然后米饭多钱 差不多应该就是六十块钱吧 妈妈 一家三口十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然后啤酒四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啤酒四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啤酒四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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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啤酒四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这个啤酒四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你真的有手 我感觉你在虐待我 我感觉你在虐待我 还有碗米饭 来 来点米饭 就这样妈妈还不满意 说我花钱饭多了 你想想我对自己有多痛 爸爸一杯 爸爸一杯 想少喝一点 你一会儿杯杯 一会儿杯杯 还得我都多喝了好几个 这个爸爸一杯喝三瓶块钱 我买个特价水 水都是特价的好吗 最便宜的水 一半月节自餐 自助餐厅 哈哈哈哈 这个伤还好 我感觉 我已经到了 你说到自助餐 我跟你讲 就是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 然后那些 身边那些亲戚啊 就是这样 隔大时间 又一吃一碗自助餐 哎呀能吃饱 哎呀 舔盘子了 舔盘子了 你干嘛呀 妈妈碗里还有饭 没吃完 酒也没喝完 没菜了 这个是早上剩了 拌的黄瓜的汤汁 快点洗手 洗 洗干净 自己洗 快洗 最洗 洗 现在国家开放三胎了 你看 生完一胎以后 生活都明显下降了 还有二胎三胎 哇靠 你不是说杀了我算了 这就是现在年轻人 说实话 年轻人尤其是90后 基本上 很多都不愿意生了 现在二胎生二胎的 基本上都很少是90后 好像看根据统计数据来说 90后生二胎都很少了 还三胎 也就只有80后生了 所以说有人说这个 以后开放三胎以后 也基本上 可能只有80后 那批的人会生一下三胎这个 对 对吧 我觉得 你这个90后还生不生三胎 90后不生二胎和三胎 但是大家都生了一胎了 你这样说吗 定刻的还是很小很小的 不是不是 就是 90后都三十多岁了 也不年轻了 基本上都生了一胎了 90后最大的多少吗 最大的三十一岁 三十一岁 你不就是 你不就是 最大的90后吗 那也三十一了 最大的90后吗 这过半年都三十二了 还小吗 不小了 你想这个年龄 尤其是年龄 尤其是大城市 北上广这种 三十来岁的90后 没结婚了多得很 你要懂得 我们已经拖了国家的后腿了 这么说的 我拖了国家的后腿了 又挽回又挽育 然后 又只剩了一个 不是人家提倡 不是人家提倡 挽不挽育 只剩一个 没有菜了 这等皇冠都没有了 现在网络上大家看到的 或者说平时在朋友圈看到的很多东西 感觉人均夜收入多少多少钱一样 好像人人都开宝马奔驰 人人都住大洋房大别墅 其实现实生活中 大家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只能说冷暖自知吧 就像我们一样 虽然看着像开着一个房车 好像天天在那边玩着 过得很拮据 每天自己自己做饭 我们过得很拮据 去超市找的都是找特价的东西 我太难了 当然过得不难 这是 这个是 这个就是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 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那种炫富的 就是炫耀自己过得多幸福的 另一个就是 就是 卖铲的 就是 感觉你她 感觉她的生活过得有多铲多铲一样 其实还好吧 我觉得我的生活挺幸福的 但是对比以前来说 生活水平确实有下降的 为什么越来越胖 因为我吃土啊 每天吃土 她不仅把这个扯出来 她挫个口水在那个水桶里面 你说 你看你看这个人真的是有时候是气得直跺脚 直气得跳脚 她每天就去搞那个玩意儿把那个拔出来 那个水桶本来是洗菜 她每天把那个管子搓 搓在地上各种 都不行 然后她不仅把那个拔出来搓 她还把那个吐一把口水吐到里面 心脏病都能起出来 妈真的是心脏病都能起出来 你看你穿了这个背心 大家看这个背心好像穿了很久一样了 其实不是好店 背心肚子都盖不住 前两天才买的 15块都买的 买的时候就买小了 肚子眼都盖不住 你怎么买的 我们吃完饭准备出发了 去灯黄市区逛一逛 但我们一家三口准备 就坐在这个小车上 咋做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哎呀 那我们家三口 如何做这个小车促行呢 其实很难 加一个小板凳 加一个小板凳就可以了 你俩坐 妈妈坐这里 然后再抱着宝宝 然后我坐上面一起 好不好 好 鼓掌 鼓掌 好妈妈演示一下啊 怎么做 妈妈 妈妈 妈妈坐上去 我也先坐上来 不带你了 不带你 我们走了 拜拜 拜拜 妈妈往这里一坐 完美 这就成功了啊 这就成功了 这一个小车都拉上了我们一家三口 妈妈把脚放上来 走了走了啊 这就是我们出行的装备了 感觉这个车子 成熟了他这个年纪 不应该成熟的压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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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原地够了两分 拜拜 拜拜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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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相机拿上来 你就感觉像一个儿童视角 哈哈哈哈 不好玩这个 他老婆 今天都不好玩 不是左右好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哈哈哈哈 这就是敦煌的市区了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还是有飞机动车停车位的 原来城市里面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到沙洲市场了 这里呢 以前是个菜市场 但现在呢 因为旅游兴起啊 敦煌的旅游兴起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个美食街了 这里面专门是卖给游客吃的一些东西 这里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洲市场的另一个入口 就是卖吃的 里面就是美食 我们前几天也进去过一次啊 这条街就是敦煌最繁华的地方了 这里有麦肯基 那敦煌呢 除了两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啊 墨高窟和月牙泉 那来敦煌旅游的人 还有一个地方是必来的地方 那就是这里 敦煌的夜市 我们准备把车停在这儿啊 然后再去逛一逛 灯煌的夜市 这个车呢是有一个锁的啊 然后一锁的话 你动的这个车它就会叫 它就会死面叫 然后你推也推不动的 它这个是自动锁住的 但我们还买了一个这个锁 这个是锁君子不锁小人的 把它锁在一个栏杆上穿了 这个敦煌夜市现在是在维修吗 还是怎么的 这里修了一个这个东西 敦煌夜市也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沙洲市场 都是这一个地方啊 他们是粘通的 那这里呢就是卖给游客的一些旅游产品 新的产品 敦煌艺术明信片 东东 太锁了 这个 这个是锁羊还是什么东西 这是肉虫绒 这是肉虫绒 锁羊是哪一种 锁的扎口的那种 那个大的 长根的是吧 这个怎么卖啊 长的要短的 长的短的价格还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 分三个等级 分三个等级 这个就是45的 45 70的 100的 100的长了100 45是哪种 效果都一样的嘛 不一样 还有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没长成就挖掉了 你吃黄瓜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没长成就挖掉了 这个 那就长了 这个最好的东西 长了时间比较久一点 这个是 那这个肉虫绒呢 肉虫绒 这个是180的 这个180 这个是80的 那80 这个150 150 这样子买的 这样子买的 索羊和肉虫绒呢 都是长在戈壁沙漠 应该准确的说 就是长在沙漠上的 一种寄生植物 听这个名字就是 是吧 男人们的最爱 敦煌夜市 这里面呢就是吃的 我们上次到里面去吃过一顿了 然后这个方向呢 卖的都是水果 荔枝王 这个荔枝多少钱钱 15 25 15 25 全是水果 这些特产水果呢 我个人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现在有了这个电瓶车 其实我在敦煌市转了好几圈了 然后我也发现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他们特产 在前面有一个专门卖特产的一条街 那个就是专门琵琶的地方 这些呢就是专门卖给游客的 这种 网红小摊 木刻画 夜光碑 像这种街的装饰 一般 喜欢旅游的朋友呢 一般来的都会转转 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 叔叔阿姨 是吧 拍拍照的是不错的 今天也有邮局 今天也有邮局 你看你 你看你 哎呀你把我包喝 把我包喝 天天搞事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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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刻画 现在现在 先画好线 然后再雕哈 先要定论 不要不要不要 画画吧 不要上头 你不要画画 这些都是雕出来的 我以为是画的 找到雕哈 走 走 你还要看 你先拍一个 你把自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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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哈 他自己拍 哈哈哈哈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些烤肉啊 那些东西 也是一些网红小吃炭 这个时候还是大太阳 8点05分 哎呀大哥 你放椰子里面 放了个三五分钟 到了这边就全是这种夜宵摊 一转转看一看 小吃了随时过来 随时欢迎 我要拍照片的朋友 我在这 哈喽 哈喽 我是专业招呼您的 招呼您的 以前叫泡汤的 您来一段 来一段 还好了 来了大哥吃了吗 您咱们家大漠老马烧总益 咱们家有烧烤黄面 酱皮炒菜米饭 饺子蛋炒饭 胡羊焖饼大盘鸡 手抓羊肉酱牛肉 红柳烤肉 南铲肉 炭锅烤鸡肉 炭锅沙火 羊鸡汤炒肚子炒鸡爪 炒虾味炒鱼茄 手丝浇麻鸡 新疆大盘鸡 酱皮黄面 骆驼肉 大漠老马马 马铅中 随时欢迎您的光临 好 宝宝 宝宝一看 宝宝腿巴窄巴脏的 这里就是敦煌室的四标了 四标的一个转盘这里 上面的这个雕塑就是 著名的反弹琵琶飞天像 飞天原本是印度佛教里面的 一个人物形象 后来佛教东传以后 来到中国以后 就跟中国的道教 有了一些融合 它慢慢的也借鉴了 中国的一些道教里面的 一些神仙元素 神话元素 原本印度那边的飞天 都是带翅膀的 烤山洞翅膀飞上天的 但来到中国以后 直接就一个飘带飘在身上了 就跟道教里面的神仙一样 飘飘燃燃的 这就慢慢形成了 咱们中国自己的特色飞天 因为这边是非常非常干燥的 所以他们这边城里面 每一天就会有这个车来来回回的 到处在喷洒这个水 给城市降降湿度 改善一下城市的湿度 大家别看这个敦煌室 是很干燥的地方 连降雨量只有四核毫米 但是这个城市的边上 其实是有一条河的 这条河就叫做党河 所以其实古人也不傻 建城的时候一定会找好水源的 没水的地方 他们是绝对不会在那个地方 长期待下来的 视频监控无盲区 天眼在顶当之众 啥意思 这个还是很有意境 这地方走 但是不能堵车 堵车就完了 只能一个人一个人走 远处的就是明沙山沙漠 大家看河边种了很多的养柳树 在古代尤其是唐代的时候 大家离别的时候分别的时候 一般都会择柳枝相送 柳树也谐音柳 就是送柳枝 就表达的是一个挽柳之情 所以在唐诗当中 有很多的关于柳树的诗句 像王志焕就写了一首 杨柳东风树 轻轻甲与河 近来攀折苦 因为别离多 意思是说 近来折这个柳枝 都已经不好折了 为什么呢 因为离别的人太多了 把这个地方好折的柳枝 都已经折掉了 所以应该是离别的人很多吧 哎哟 高烤将至 这个大家不要再唱歌了 哈哈哈 哇 这个河边有很多的烧烤 我那边走后有一次梁架池 就是前面买那边 景色还不错 刚才有喷泉的 现在停了 太早了 太小气了 哈哈哈 现在停了 天都还没完全黑透呢 就停了 走 回去回去 有人偷我的车了 我们刚才重新买了个凳子 买了个更高一点的凳子 就换了个凳子 爸爸坐这里 爸爸不想坐那里 这就是我们停车的停车场 景色到了晚上 就会有很多的人过来游玩 这里叫做飞天公园 晚上有很多人这里跳舞 也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东西 很热了很热了 但是我们习惯了 因为我们也没那么早睡觉